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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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容易烂的 我分析 要么就是精水了 要么就是缺项 接下来我就把它拆开看看 这里面是什么问题 这里面已经被烧坏了 天啊 烧得去黑 刚刚我还以为是缺项烧的 但是打开看了以后 如果是缺项烧的是它会对面线圈烧一组 但是这个都被烧了 这个是进水短路烧的 这个水泵的话不仅要重新缺项圈 还有这个水风和油风都得重新检修一遍 这个油里面没有水 说明油风和水风都是好的 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胶圈上 看来这是一个翻新机 看这上面全是喷漆 所以这个胶圈的话 达不到完全的密封效果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脏了 全程我都是戴个手套的 太上头了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脏了 全程我都是戴个手套的 太上头了 这个机器的所有配件我都已经弄干净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下线和喷气了 接下来就要下线和喷气了 4.5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次是冰糖 蒸qu'd 蒸秋 4-4 把 蒸焼 蒸小精 蒸鸡 鸡 佐藏 卵黄 机器我已经修好了 但是我得先试机 我怕我给朋友送去的时候 不能用了就粘就掉 这个是三项水泵 所以必须得扬让我的粉色柴油机 电已经发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见日吸气的时候 这个水泵我已经试好了 是修好了的 然后这个是污水泵 所以它的阳城不高 只有几米高 如果是清水泵的话 它的阳城可能会达到十米以上 接下来我就给我朋友送去了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